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你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 我正在讲一个系列 叫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呢 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指南和钥匙 我现在今天呢 我就开始第一讲 那么第一讲呢 那么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这本的圣经 这么厚 然后66卷书 它整个里应该有一个脉络 那么我们首先从第一讲开始 那么圣经分旧约和新约 旧约里有39卷 然后新约里27卷 那么在旧约里 最主要的书卷 是在前面第一卷和第二卷 就是在摩西五经的里面 那么整个里 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 非常有逻辑性的 当时编券 编创这个圣经里的那些先知们 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 因为这个神的话语 这个整个各种提炼 最后只收集到这个前面39卷和旧约的39卷和新约的27卷书 那么圣经要回答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第一讲我想讲什么呢 那就是说树里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我们常常有讲三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根本是错误的 那么你肯定将来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都会出问题 那么你的生活也会出问题 或者是你就是昏昏恶恶的过日子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到底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着一个大前世界 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看星星啊 如果晚上天空很晴朗的话 你到外面一看的星空啊 可以北斗七星啊 三星啊 很亮很亮星星 甚至有的星星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是现在的话 你到外面现在是十月份啊 你到外面一看天晴亮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一个很亮的白的 那是木星 是吧 那么在外面东边一看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红乎乎的什么的 是火星 对不对 那什么呢 哎 我们自己住在这个地球上 每天早晨呢 天呢 它是太阳从东方升起 太阳呢 又从西边落下去 为什么呢 是不是啊 是因为地球在转动 OK 它是由西向东转 OK 等你转的时候 太阳看上是不动的 而地球在动 你的感觉 这个世界 它就是这个 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落下了 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到底是怎么来的 啊 这个问题 是吧 对不对 有的人是不思考这个问题的 啊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呢 他是思考这个问题的 尤其在你问他的时候 那么神他会启示人 神会启示人 对不对 那么圣经 它是神的话语 那么神在这个 他要 他要让人 用希伯来文 啊 用希腊文 用亚兰文 写出这本圣经来 神一定要 在最早的时候 他一定要回答 最根本的问题 啊 最根本的 也就是说 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 啊 世界是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世界 他的告成是什么 那世界的构成是什么 那么世界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 我们如果 你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 哎 啊 你要是能打开圣经的话 你可以看 那么我今天 啊 有的经文是 在我讲这个 啊 这个 讲这个系列的时候 啊 那有的经文 最核心的经文 我会直接给你赌出来 绝大部分经文呢 涉及到的 我是凭整我的理解和记忆 来跟你讲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那么生硬 也不是在跟你结经了 是吧 不是在结经了 但是有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那 那么说呢 那么啊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到二节 创世纪里啊 他啊 他给我们这样说的 是吧 他说 七初神创造天地 啊 地是空虚混沌 圆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OK 他一直讨 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三十节啊 OK 他讲了 他一个 什么道理啊 就是一个创造的道理 创造的道理 那么呢 那么我们说 我们要树立一个世界观吗 也就是树立一个宇宙观 OK 那么树立这个宇宙观的时候 我们就考察这么多的星空啊 银河系啊 太阳系啊 我们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东西 地球和本身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怎么来的 这里他告诉我什么呢 他说 是说 宇宙万物 结有神在创造 他说 祈出神 创造天地 天是什么 我们靠汉的星空啊 是吧 地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在的大地和地球嘛 他没有说各种各样的星星 没说月球 没说其他的 这里可以概括成 就是什么呢 那么所有的宇宙的万物 都是从神而来 OK 原来是空虚混沌 什么都没有的 是神 他从无 创造了有 并且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有 这个丰富的有 就是浩瀚的星空 就是发光的太阳 OK 那么就是能够让我们生存的地球 而且包括地球上所有的东西 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OK 要有水就有了水 他说要有植物就有植物 他说要有动物就有动物 OK 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万物 创造万物 这里就解决了一个 你所看见的 你所体验到的 你所耐生存的东西 他的来源 他的根源的问题 这个根源的问题 这个什么根源的问题 它是起初 起初 就是在这个宇宙 浩瀚的宇宙 40亿年前 50亿年前 150亿年前 200亿亿年前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了 完全是没有的时候 OK 那是这位神 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那么根据这个 我们就树立一个世界观 世界是物质的 OK 是物质 同时世界也是精神的 那精神呢 而这个物质 它的本源是来自于精神 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位神 对吧 你听懂了 他是神创造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造天地 那么这位神 我们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后面我们会讲到 他会自己通过他的创造 来显明他的存在 OK 让他存在 那么这个世界观 同时也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 关于神的存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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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解 神的存在 这个认识 到底有神 没有神的问题 到底有神 那么神 启示西伯来人 他们写的 用西伯来文 所写的这个圣经 所写的这个圣经 那就是用 就是他 神启示的 他是神 创造的天地 那么神一定是存在的 一定是存在的 而这个存在 已经超出了 我们平常的理解 如果说我们现在 我右侧有一个花瓶 左侧有个花瓶 你都可以看得见 你摸 你摸得 摸得痛快 摸得着 那你肯定认为 这是 他是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怎么会摸得着啊 是不是 如果我的脑袋 我现在有没有 我一摸有 我就认为是有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能够看见 你都能够摸得着 摸得着的 他有 摸不着的 他也有 你可以看见 你每天生活的空气 你看得着吗 你看不着 你只能在刮风的时候 感觉到他 再一个呢 如果说 把你放到一个真空的地方时 你要登过喜马拉雅山 登过高框山的时候 等空气变得稀薄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上气 不接下气 喘不过来 最近呢 有一位主席啊 十分钟咳嗽了 七次 你会感觉到 这个气体 它的重要性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 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呼吸呼什么呢 空气啊 所以呢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并不一定不存在 我们每天天都在用电 你能看见电吗 你看不见电 我们现在每天都用手机 你看得见这个电磁波吧 你也看不见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也检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所以神 他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然后呢 这个世界的由来呢 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这个世界 它是我们所有的物质来构成 但是同时 它也是 有神 这位灵 它来创造 所以 世界的本源是精神的 那么世界的存在 以物 以精神和物质 两种形式存在 两种形式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完全撤了 明白无误的去教导这个 那么叫这个 作为做一个牧师 作为牧师 那么有权力和权柄 来这个解读圣经 我是在2017年12月暗幕的 所以我暗幕是18年 19年 20年 暗幕三年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同我受的科学教育 医学的教育 社会经历 就多种本圣经的解读和理解 那么呢 我今天在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这就是说 我们堵了圣经以后 神要告诉我们 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是有神的 而这位神 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那么呢 但是它是知识的存在 而这个存在 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它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我们人是渺小的 我们有的时候 是无法去真正去研究神 我们只能接受神 对我们的启示 那么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是由神所创造的 那么西伯来人 犹太人 就现在的伊斯利人 他们的祖先最早被神启示 他们就这么写 就这么认为 就这么相信 所以他们就得救 他们就得救 那么他们比世界上 很多的地方都发达 都有生活 有信仰 那么世界有神所创造 那这是这位灵 这个神 他是一位灵 他来创造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要树立 这样的世界观 这不是我们说 唯心论呢 唯物论呢 这都是 不是科学的说法 不是说 不是科学说 对不对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教 作为圣经 不否认物质的存在 但是 是灵创造了物质 那么灵创造物质 当然 这个决定物质的是神 决定物质的是神 那么物质肯定有作用 它有用途 你看看我们的金属 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水 我们看到的植物 星球之间的运动 我们看到我们用的这个电磁 不知道WiFi 什么 4G 5G 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用处的 那都是有用处的 好不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 圣经第一个 它想告诉我们 让我们要树立 有神 神存在 神创造万物 世界是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存在 而物质是被精神 被神所主导的 所创造的 要树立这个价值观 那比如说 这个是这样的世界观 然后你才会有 后面的价值观 人生观 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 要这个 这个 圣经 到底要告诉我们 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给大家做了个回答 要理解这个 在你读圣经的时候 在你交谈的时候 在你思想的时候 你一定要树立 有神 神存在 一种特殊的存在 世界是有 全宇宙 是由神所创造 这个是这个世界观 世界由物质和精神 两个方面构成 而精神是决定物质的 物质是由精神来 来创造出来了 又叫这个灵神创造出来了 那么物质和精神之间 是有相互作用的 好不好 好 今天我就把这个题目分享 希望你能喜欢 转发点赞 交投给你的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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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